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来一个户外的 我现在在北京景山公园 今天正好在这附近办事 办事之后 一看附近 一看就在景山公园旁边 门票只要两块钱 就转身进来 大家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游客 小小的景山公园里面 三千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 红包们 说着全国各地的方言 基本都听着的 我后面就是故宫博物院 大家可以看到一大片很近了 待会再往上走 就可以到北京的中州县 这是元明清加现在 几朝古都的中州县 景山历史有久 景山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 当年是金朝的时候 那时候这块还不属于中原王城 金朝的时候 在这儿兵都的时候 当时金朝的皇帝 把北海那儿挖了个坑 就挖出了北海 然后把挖出来的泥 泥土堆成了一个小山 就叫景山 然后由于位置特别好 上千年过去 这里一直都是历朝历道的皇家别远 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面的参天古树 动辄的上百年的历史 当然这里还有最出名的 就是当年的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现在好像名字不太能提 今天就不提了 他在这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也结束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当时他身边只有一个人 太监王城 有很多影视剧都反映了这一段 今天是纯粹是意外 溜达着这附近 发现就在景山公园旁边 所以上了赶紧录一段 待会到中州县上 我们再录一段